在NBA这个大商业联盟里,如果说到一生一成的老将也就那么几个现役。 独行侠的诺天王,刚刚在这个夏天宣布退役的几诺比利,下面要说到的这一位是热货队的哈斯勒姆,刚刚哈斯勒姆也是与热货达成了一年底新续约协议,这也意味着这位老将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16个赛季,也有很多球迷调坎道,没有等来为得,却等到了哈队的消息,还有球迷说道,冷血的来历也有丝丝温情。 哈斯勒姆的职业生涯也是十分的坎坷,在2002的选秀中,并没有球队选中他,在落选后他来到了欧洲联赛打球,经过了一个赛季,哈斯勒姆回到NBA的代表热,参加了许热赢的比赛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。 他最终留在了热火,他跟随热火得到了三个总冠,他见证了球队的崛起,也陪着球队经历了低谷,一晃15年已经过去了,他成为热火队不折不扣的队魂。 本来很多球迷以为他队在下个赛季基本不会回归,但是最终他还是宣布回归再战一年。 在上个赛季,哈斯勒姆场均5.1分钟,得到0.6分0.7篮板。 在各项数据上,他也是创造了职业生涯先低,虽然在实力上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最低谷,但是他仍然是球迷的精神领袖。 更衣室的老大,球迷也是为这位老将送出了自己的祝福,哈队已经宣布回归,结果现在的名单仅剩下一下名额。 不知道这一,恶明额是不是为维都留到,还是希望维都能够落叶归根。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,在麦阿玉在转闪电下的风采。